全球首富马斯克最近接受金融时报访问 表示应该把台湾设为一个特别行政区 避免两岸发生冲突打击全球产业 马斯克认为台海冲突不可避免 而且他不会是唯一承担后果的人 特斯拉将会卷入冲突 而苹果也是 甚至千一法动全身 还会让全球的GDP狂掉30% 马斯克还说为台湾制定特别行政区 不会让每个人都开心 但或许会是比香港更宽松的安排 8月佩洛西访台奏成两岸紧张 已经让全球半导体产业 重新评估台海情势 但路透报道 短期内很难摆脱对台湾高科技晶片的依赖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边 台战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为了纪念中共建政73周年 央视播出了纪录片 当中出现许多台湾的高解析度影像 央视指出这是大陆军机和无人机 在8月多次越过海峡中线 于绕岛巡航池所拍摄的画面 专家指出此举在于展示解放军已经准备好 最可能的台海冲突中战斗 但这只是威慈战略 因为北京最终目标仍是和平统一 外军飞机一个编队走 另外一个编队又来了 我们挂个弹和他们对付了两个多小时 在领部纪录片中 轰六轰炸机还遭遇怪机亮度皮挑衅 展示挂载的空对空飞弹 专家猜测所有的外国军机 应该注视日本自卫队 事发空运很可能就在西太平洋 记者综合报导